今天北台湾的天气跟昨天白天比起来真的是两样晴 气温相差了将近10度而且变得又湿又冷 每到下雨天对于要出门上班上课的人来说就变得比较不方便 这天气不只让人感觉湿答答的衣服晒不干 出门担心被雨淋湿还可能因为下雨天开车出门的人变多而面对塞车的窘境 我们先带您从雨量累积图来关心一下今天的降雨情况 受到封面通过的影响昨天入夜之后北台湾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从雨量累积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降雨还是比较集中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基隆北海岸的降雨就更明显了 降雨最多的地方呢就落在了新北市的瑞芳区 也就是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绿色色块所菜的位置 而到了今天下午5点之前为止呢 日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40毫米 这雨会持续的下吗 我们再带您从卫星云图来看 今天不止北部东半部下雨 各地的云量也偏多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台湾附近的水气还是有一些在 而明天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呢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震雨 不过下雨的时间雨量还有范围都会比今天再更减少一些 至于温度上的变化 我们再带您从地面天气图来看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今天开始降雨会逐渐的减缓 那气温会不会跟着回升呢 从地面天气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道就是从昨天开始影响我们的封面 到了明天晚上它的强度又会再更减弱一些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正在影响我们的大陆冷气团 到了明天就会开始逐渐的东移出海 强度也会跟着减弱 明天北部东北部地区呢 不会再像今天那么冷了 白天的高温会来到22度 中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甚至会来到28度 不过各地呢早晚的凌晨的气温还是比较偏凉的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保暖 接着带您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气象 中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各地都有举办灯会的活动 天气上大致稳定适合出游 观众朋友可以安排一些赏灯的行程 感受一下热闹的灯会气氛 放松一下心情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